來看台中市大客高河寶島 這原本有這麼多路邊打 不過已經都讓共濟貼圖了 現在是美化得很清幽 早期中心來對外開放 不過就民眾感覺不容易帶流淚 成立人也批評市政府說 海營沒辦法過日子 你爬山爬一爬很累 可以買一些東西來吃 這樣很好 跟醫生的見面不一樣 大客戶到河寶島現在看很多 完全燈香白湯的地方 真要簡單的回哨在美化 就不想讓燈香再一次淘淘醉心裡 寶島的日口不然寫到路障 還有過的保存來看手 不像八山的山友說 現在雖然說走路的空間有比較大 不過到底是不是應該剃圖 這個燈香 還是有不一樣的看法 就好像原來山的樣子 之前來就好像在逛街 又好又壞 有些人就順便買一些東西回家 有民眾人為 現在雖然讓山寶島有比較好走一頓 不過說八山減了四節儲味 就是因為寶島附近已經不能拍打 附近的店家只好在自己的 主機頭前來買東西 有的甚至只有在自己的替門頭前 不去簡單的菜菜 生意有沒有比較好 沒有啦 現在比較那個什麼 很奇味的你沒看 以後可能是這個步道會比較朦朧一點 因為很多人也是來這邊是看看這個九號步道 可以買個東西吃啦 店家說生活竟然過不下去了 批評市府實在是不僅人情 甚至像風車一樣來對胎 關鍵實在不好 如果煩惱加減到市值 對外地客也沒有勤力 建議市府自動管理 市府標實在是持有土地 因此以後來收費 對於阿爸的幾位還要進一步來賓國 發明跟民眾生計 怎麼來處理邊境 要快好好來研究 記者 台中中學部多 好 感谢观看